另外名政小组考察行程是马不停蹄 也特别来到了红业部落福利鸡蛋合作社 而该产业是部落微型产业 而为了增加合作社的副产品发展品项 也希望能够争取华丽县政府设备上的补助 来加强合作社在副产品的研发以及制作 红业部落福利鸡蛋合作社一开始是由生长者来饲养 之后才开始由部落长者加入饲养 目前已经有11位的成员参加 三合一生产生态生活以养基的方式进行疗愈的功能 总招张怀文相当感谢县府原民处社会处所给予的支持 所以他在这个福岛里面非常的落实 我想这个计划里面刚刚理事长也特别报告 他希望能够充实一些设备 那我们则有原民处来协助 希望这么小的一个部落里面空气好地点好 那养出的鸡是最健康 生出来的鸡蛋当然是最优质的 红业部落目前有11户的养鸡小农 一天的产量约有170颗 理事主席林荣辉也说明合作社在产业的发展及需要的协助 我要靠也不能叫议员帮我去推销 然后就说我这个行销管道再更宽广了以后 我会鼓励老人他们在登记前要入社的 我都很欢迎 所以我现在就说现在维持到11个 这样子我行销的能力够了 因为花莲的几个该被我说服的说服光了 所以当然也可以接议员的帮忙或者县府这一边 能够管道的打开的话 那又有更多的老人加入这个观点 由于福利鸡蛋合作社目前的产量虽然不多 但是对于合作社的需求 在开发副产品的需求上 仍然需要相关单位提供协助 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 福利鸡蛋的一个合作社 蛋农他们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可是在这个简报当中 我看到了他们的需求 尤其是因为每个月的产值并不高 他们想要有更好的收入的话 在设备的上面 我们应该要协助他们 但是我希望我们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在行销的部分 在设备的部分 能够再加强一下 一定要协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在制作蛋卷 还有一些有关蛋的一些产业部分 做一个帮助 记者林杰 万荣香采访报道